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行义拳刘教练 下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 入门先占三连庄 在行义拳里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是当年齐公伯先生 向孙路堂祖师学习行义拳的时候 孙路堂祖师针对齐公伯先生的真行特点 和他的理解方式 一上来了就开始先教他占庄 也就是占行义拳的三体词 而且一占就是三连 齐公伯先生占三体词占满三连之后 再花几个月的时间学习拳架 学习闪手 所向披靡 坦逢敌手 因此留下了这么一个传说 入门先占三连庄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地圈门里也出了一个大师 这位大师无限夸大占庄的作用 出于某些原因呢 我不方便提这位大师的名字 知道的人自然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的人也就不知道 但是大家明白他的这个观点就行 他无限夸大占庄的作用 例如他说内加拳的功夫 百分之九十九都出在站桩上 只要站桩站够了 功力到了 那么就印了古代内加拳的一个传说 半折立平 就是别人跟我一打手啊 他就得飞出去 打手的时候 我只要往下一代 对方就得跪下去 这种打法 不仅仅说是把对方的肉体 打飞出去 而且能让他意识模糊 反正就把这个站桩的功夫 说的玄之有玄 玄乎其玄 我有一个关系不错的老学员 他在少年时期啊 学过一些三打搏击 但是整体水平比较业余 因为他毕竟不是专业 学习三打搏击的 在学校里跟同学们动动手啊 那时赢得多 输得少 但是后来上了大学 走到外面以后啊 他遇见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 再跟人动手的时候啊 他就输得越来越多了 他这个人呢 比较喜欢功夫 他不肯就这么认输 他在查阅了很多资料之后啊 后来就找到了 那一只一拳的传人 反正也不知怎么低吧 他就被洗了脑 就天天在那里面站庄 一站站一个小时 一站站两个小时 站得浑身是汗 他那时候也相信 只要他站够三年庄 就能那叫什么 内清虚而外脱翻